师父看出弟子只有七天的性命,不想让他死在庙里惹上官司,于是给他放了八天假,可是第九天早上弟子却健康地出现在寺庙中,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弟子在回家的路上做了一件事,他究竟做了什么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物禅众生,今天带你来揭秘。 大青山上的青山寺,建在风景如画的山腰上,巍峨的殿雨和禅房犹如人间仙境,这里的一位高僧非常有名望,据说他入定后能够预知过去和未来,高僧有一些徒弟跟随他修行,日常生活中耕种,做饭和打坐诵经。 其中一个年轻的小徒弟才二十多岁,长相清俊聪明,有一天,高僧入定后看到他会在七天内遇到致命的灾难,无能为力之下,高僧决定让他回家看望垂危的母亲。 高僧将小徒弟召唤到前面,告诉他,你已经离家很久了,回去看看你的母亲吧,但不要急着返回寺庙,等你安全到家并陪伴母亲七天后,再回来。 小徒弟虽然觉得师父的话有些奇怪,但出于对师父的尊敬,他从未怀疑过师父的话,于是他照着师父的吩咐出发了。 小徒弟告别了师父和师兄。 一个人背着大布袋和波鱼走向家的方向,刚下山没多久,他听到路边小树林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嘶叫声,他知道一定有动物受伤了,立刻走过去查看,只见一只毛茸茸的棕色狐狸躺在地上,非常痛苦地抱着头。 小徒弟发现狐狸并没有外伤或流血,很可能是内伤或某种疾病,作为出家人,他充满慈悲之心,决定帮助这只狐狸。 他小心翼翼地将狐狸抱起,朝着山下的小镇走去,在小镇上,他找到一位医生,医生告诉他,狐狸可能是受到猛烈撞击或者被东西砸到了身体。 给他开了一些药品,欢迎订阅物禅众生,带你禅物更多的福心会语。 小徒弟给狐狸贴上药膏,抱着他再次上路,他不仅要找食物给自己吃,还要想办法给狐狸找到食物。 经过两天的跋山涉水,小徒弟终于回到了家中,母亲见到他非常高兴和惊讶,母亲问他为什么回来,小徒弟回答道,师父让我回来看您,说我很久没有回来看您了。 母亲心里一动,想到可能是母子两人有什么灾难即将发生,但他也明白生死有命,只能顺其自然。 小徒弟留在家里,全心全意服侍母亲,他们有说不完的话,他给母亲烧饭,还一同喂养狐狸,晚上,小徒弟怕狐狸会感到寒冷,就把他放在床上和自己一起睡觉。 七天过去了,小徒弟再次告别母亲返回寺庙,师父和师兄们都对他充满了关心和惊讶,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小徒弟所经历的一切,小徒弟默默无闻地继续修行。 但他心中明白,对于一位出家人来说,无论是救助一只伤病的狐狸,还是陪伴垂危的母亲,都是对慈悲之心的践行。 从那天起,小徒弟对生命和大自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 他明白道,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,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,都能给予关爱和帮助,这种慈悲和善良的行为不仅让他得到了师父的认可,也成为他修行道路上重要的一步。 就这样过了四天,小徒弟记得师父给的期限,告别了母亲,母亲千叮咛万嘱咐,和小徒弟撒泪而别,小徒弟觉得母亲好奇怪。 以往的时候,小徒弟离开母亲,母亲也是不舍,但是不是这般痛苦,小徒弟心里酸酸的。 小徒弟仍旧抱着狐狸回去,他要把狐狸治好,放回到山林。 像回来时那样,他一路走一路抱着他,只不过这次他的大口袋里多了些坚果,姜汁之类的东西,都是母亲准备的,让儿子在路上给狐狸吃。 但是,经过几天的治疗和饲养,小狐狸的身体恢复了,眼睛滴溜溜地转,在小徒弟的怀里开始活泼起来。 到了第七天傍晚,小徒弟坐在路边休息,同时吃些东西,他看到狐狸恢复得差不多了,就让狐狸自己到地上活动,狐狸离开了小徒弟,钻到路边的草丛中去了。 突然,头顶黑云滚滚,刹那间遮天蔽日,隐隐滚雷之声,天空恐不得吓人。 小徒弟担心得朝狐狸消失的地方看去,那只狐狸竟然又出现了,惊慌失措,奔小徒弟而来。 小徒弟看到狐狸,一把抱住了他,这是电闪雷鸣,炸雷在小徒弟的头顶,一个接一个响起,一道道闪电像刀斧一般批断周围的树木,小徒弟紧紧抱住小狐狸,生怕小狐狸受到伤害。 过了好一会儿,雨过天晴,小徒弟浑身湿漉漉的,他抱着小狐狸,找到附近的一个旅店,晚上他仍旧带着小狐狸睡在一起。 到了第八天的早晨,小徒弟带着狐狸到了山脚下,抬起眼。 他看到了山上的寺庙,在树丛眼影下伸出一脚飞檐,小徒弟兴奋地说,小狐狸,你回到山林里去吧。 小狐狸嘶嘶地叫,小徒弟蹲下身,把狐狸放到地上,狐狸绕着他,用头蹭蹭他的腿,非常温顺的样子,小徒弟摸摸他的头,说,小狐狸,走吧。 我要见师父了,小狐狸一边回头,一边向路边的丛林里跑去。 小徒弟回到庙中,师父正在做讲经,看到小徒弟斥了一惊,随后露出笑容,说道,阿弥陀佛。 善哉善哉。 师父嘿嘿一笑,坏笑道,小徒弟。 你怎么背着狐狸回来了,是不是觉得狐狸比我更可爱? 小徒弟有些尴尬地笑着,心想师父真是善解人意。 讲经完毕,高僧一人到禅房入定,看见小徒弟一路所为,才知小徒弟本来天命,杨寿已到,遭天灾而死。 可是小徒弟一路抱着小狐狸,回家陪伴母亲寸步不离,为了不能累积无辜,索命无常,不能动手。 高僧感叹道,旧人本事旧己,小徒弟逃过一劫,必获收一甲子。 因为小徒弟的善心,高僧将一波传给了他,小徒弟也成了一代高僧,受人敬仰。 他度过了八十多岁的花甲之年,安然无恙地走到了禅院后山,化为一抹,青烟消失不见。 古语说,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,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信念, 很多时候,我们可能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但就是这件小事改变了别人的命运,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通社会上谈到佛,就有两句流行的俗语,学佛以慈悲为本,方便为门,过去佛教界里面,出家人也流行两句相反的话,慈悲生祸害,方便出下流,这是丛林中对品德的要求。 没有智慧的慈悲不是真慈悲,如同开篇说的,真正的慈悲是帮助众生拔出痛苦,最终得乐,所以以戒烟的形式给予真实的帮助, 而不是继续给予毒品以满足众生短暂的娱乐,而盲目的善良是在海里放生路归,在景区放生毒舌,盲目的善良是以失善者为中心的善良,慈悲为怀是以受善者为中心的良意。 若是出于失善者满足自己善心的做法,没有考虑这对于受善者的后果,这种善良不但廉价,而且盲目,毫无智商。 在马云微博下评论,你那么有钱,你怎么不捐钱呢? 典型的,我若我有理,道德绑架,自以为站在善良的一方,这是强制的善良。 哈耶克说,当善良失去原则的时候,可能比恶还恶。 西言说,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善良,缺的是理智和克制,当善良毫无原则地横行于世界上,它将成为最大的恶,因为它以善良之名制造了无数恶人,我们要做智慧且慈悲的人。 慈悲是一种纯净善念,慈爱众生并给予其快乐,称为此,同感其苦,怜悯众生并拔出其痛苦,称为悲,救赌他人的灵魂使其不知堕落。 就是对众生的最大的慈悲,慈悲是完全放下自我为他人着想的一种境界,也是修炼人彻底放弃情欲之后所产生的纯净善念,慈悲之光威力无比。 它能融化人世间一切不善的物质,照亮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。